這段影片主要跟大家講一大堆在各個區域 香港不同新界、港島和九龍 涉釀出來的單位究竟它涉成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 香港的情況現在在最新鮮來說 大致跌了多少 我亦會跟大家再談談我之前非常強調的指洩位 即是你的指洩價 指洩位去到哪裏 你投資股價就知道 股票指洩你哪個價呢 指洩你 樓你都要指洩 輸了多少 我提出的很簡單 你自己給的Deposit多少 穿了一半 立即止洩 因為再洩下去的話 急一點點 你就很麻煩了 因為為什麼你會破產 所以 你投資什麼都好 大佬想賺錢 你不是想破產 就算你自己住也好 你頂不住 因為下去 你一破產你就掛了什麼都玩完了 所以你一定要 止洩 你就算 之後彈回頭 你都沒得搞 即是你博不到 你自己沒有 那麼多錢去跟 你沒有想著說我博到去升 以前可以 現在 不一定可以 但是你也沒有資格博 所以那個止洩位是很重要的 好我們先看一下 香港二手樓價就不斷地跌 這個大家會知道的 一直 不斷加劇地跌 二手樓的 屋苑的樓價指數 就是 一直跌 同樣 按週跌了1.43% 那麼已經是連續四個星期跌的了 跌了1.97% 那麼 好誇張 那麼在創了九個星期以來最新低的 即是說撤爛之前 啊 情況是差的 但是撤爛之後呢 就升了 怎知道現在將所有 撤爛之後升的 全部蓋回了 什麼都沒有了 即是說撤爛 那個效果沒有了 現在回回去 即是這個二月 之前 最壞的那個位 那時候還要是 大家等撤爛 那才是這樣的 我想 很大了 好那麼中原的領先指數是 144點 撤爛之後十個星期 只是升了0.69 即是等於沒有升的了 那麼預計 預期上半年將會跌 5%那麼多 那麼這個 這個星期的四項的整體樓價指數 就是今次首次出現是什麼呢 什麼都跌 就是大型單位 跌2.02% 大型屋軟台中小型單位分別跌1.36和1.3% 那這些 即是訊號都給大家看到 就是說 總之一個字就是跌 你不要拿著房子就想著自己沒事 因為那當然啦 有些人會問我 我只有一間房子 我會怎麼決定 你現在這個時間才去決定的話 當然 就是 不合 不合當的 老實 就是 最好的時間 最差的時間是什麼 就是 應該 就是 最差最差你去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 3月 你就是 一切辣 那時候是一個時間 下一次標上來 你做個市王 你就會在那裏 散貨 走得到 你就最後一陣子走 你現在才走 其實已經很敏水了 但是都好啊 還在面子的高位 我告訴你 但是 再下去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 下半年 你 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一下 你自己覺得 未來這半年 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有沒有 就是你自己想一些好消息出來 哇 很好的 會令到市 有機會 停止 跌勢 已經很好了 不要再彈上升 有沒有你自己想一些方法出來 如果你想不到的話 那你賣 如果你說我想到的 那你自己再考慮一下 就是我 我也想不到什麼好消息 好老實 壞消息呢 我可以說很多個給你聽 譬如說 突然間打仗啊 台海也好 南海也好 那麼就大 去到年尾是誰 年尾又更加大件事 11月開始 什麼事啊 美國大選啊 特朗普 贏到還是贏不到 一樣照你插 死不死 所以呢 這個下半年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事發生 一定是很嚴重的 大家自己決定 因為這些 如果你看到一間房子的話 那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早點做 早點做 現在 有個水位你就 鬆動一點 太過遲決定 就是我們有些人說 你賣小樓去什麼 我們很早的 很老實 很早已經賣了 已經 未去到高位就要賣了 見到個勢息不對 你就要賣了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實在 實在太過分了 我們賣完之後還不停叫 不同的人去賣 我們不是叫香港人 香港人不聽的 叫大陸人賣 所以我叫了很多大陸人 賣了一樓 有些就救了他命了 你不聽話 你現在死了 真是的 好 看看這個 分區方面的指數 九龍跌了2.17% 最顯著 講了 為什麼九龍跌了 最重要 因為啟得有萬多間房子 賣不到 未來還要大把 還未蓋 你真是很嚴重 好買不買 買九龍房子 你真是死得了 未來這10年8年都死了 我跟你說 大堆房子 不知道怎麼搞 好了 港島跌了0.88% 屬於2016年最低的 8月以來最低的水平 總之 我們算一算 等於 八年 房子之內 買房子 輸了 不用看 還沒計算手續費 還沒計算 很開心 好了 新界東 新界西 分別跌了0.97% 和1% 新界 沒有跌得那麼急 但是 你看最近 屯門跌得特別厲害 大家要特別注意 因為 之前有很多 半新樓 扔了出來 現在陸陸續續入伙 越 尤其是新地的樓 越本山 輸了 人們輸得很厲害 跌到 Deposit都沒有了 你被迫要賣 我都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你可以認同 或者不認同 劉定堅說的 止蝕 止蝕的價位 就是說是你的 首期的一半 你輸了 現在 你供了樓 你又沒有錢 儲了 好了 你整副生命 身家 財產 擺在股貨樓上 你現在 譬如當300萬 也好 500萬也好 你又沒有了一半 這樣 免價而已 你還沒賣 好了 你現在不賣 結果呢 你就是跟他共存亡 因為如果再跌下去的話 你就破產 一定的啦 已經 你說我修了一層樓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是你 你現在覺得是 但是 就是 跌勢永遠都是這樣 越跌越誇張 總之你是不知道 後面是怎樣 但是你輸硬的 再多一半 那你就玩完了 用什麼 是啊 跌了你那半 用什麼 那你就 很害怕的啦 個人 那你就做事 就沒有心機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賺的錢 都不夠 你補回來 你一直賺 你就一直虧 你每天在賺薪 在生存 吸氧氣 但是你就一直 那些資產 一直跌 那麼 你不認同也好 我相信 有很大堆人會認同 那裡呢 每一年有萬幾二萬人 買了樓 他也是給那個首期 你想一下 那些人一路一路散貨 一路一路散貨 那個家會怎樣 因為他們不可以 去到 破產的嘛 不是每個人可以去 去 match 自己的機會 我破產 瘋了嗎 那些人就會陸陸續 掉了 整個屎就散了 所以你 你不認同也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沒有人願意去破產的 買層樓 這個就是個最後的結局 所以你預計到 跟著下去 一路一路散貨 港島區 則如沖太古城 龍山各 低層 衣室 三房戶 石龍面積是689呎 去年中放盤 都放了很久 放了一年 累積減了320萬 才年租約200萬 賣出 減幅是28.6% 就穿了12000呎 11611 另外 泰古城 這個是龍山各 另外一個 華山各 低層 低層 面積685呎 三房間隔 就是 近期 930萬是賣出去的 那 咦 930萬放售 最後880萬賣了 又再減了 50萬 尺計12000多 業主是2022年輸了 2022年不用看 還有1230萬買入 這樣 持有兩年 就輸了350萬 真的很誇張 28% 所以 買樓都要看 那個時機 一直上的時候 你走去買 真的是 很大劑 那麼 另外 側如沖 這一批 就是港島區的 側如沖 就是 Mark Parker Residence 八岸的 銀主盤 這個真是厲害 這些 銀主盤就是 為什麼會變成 銀主盤 就是當它 跌了一半 它就 Deposit的時候 它不肯賣 它還用八岸 這些 大炒家來的 用2000 最近以2500萬 就洩漾了 赤價是18000多元 歷史上這個 屋苑最低 比起買入價 輸了700萬 九年間 賬面 就輸了21.7% 那麼 上面就是1353呎 是四房間隔 那麼 淪為銀主盤之後 就用4180萬 叫貨 一路撒一路撒一路撒 撒到2800萬 都沒有人要 最後 2500萬 由4180萬 撒到2500萬 正不正 累計減了1680萬 即是40% 嚇得嚇死你 即是屋苑過往 11宗的二手成交 是由1900元一尺 到29000元一尺 即是現在差不多 整個屋苑都輸了 就不用看了 是啊 拿了你就拿了 你就拿了 是啊 即是 你看看你自己 給了多少Deposit 看你是不是 真是Full Pay 又看有多少人可以付 是啊 這些一路就這樣輸了 即是 你現在很大部份的屋苑都是這樣 西本山金帝 憲中層B室三房戶 就是以價之後755萬 有人接貨 就是赤價 17000多元 大概4年就輸了17.9% 這些算買得好 4年才輸了17.9% 真的很好 接近20% 我想他都是給 20%左右的 4年差不多 那時候是 林鄭的計劃 呼吸計劃 那些東西 林鄭的計劃 你就20%左右輸了 過了15% 你就馬上賣了 賣了差不多 再跌一些 17.9% 那就輸了 是啊 差不多 對呀 這些 撿回多少 呵呵 第五個 半新樓洩漾繼續 北角海船 5A 極高層B室 你看 這些就是我之前說的 就是在 跌市的時候 人們買買買買買最美最好的單位 極高層 這些 就有人買了 378尺 一房間隔 1068萬 賣了 哇 都好貴呀 好老實說 真是 赤價28000多元 原業主持有6年 都要輸了780萬 42% 哇 這些真是 我覺得 就算輸那麼多都是很離譜 海船在北角渣華道 那麼 樓齡有6年 有6座樓 355火 由286尺 到2300多尺 這堆樓輸得禁 好老實說 這些半新樓 真的很慘 看看九龍區 九龍區 美孚 新村 之前我說過 千萬 什麼都買 不要買美孚 買美孚 不要住美孚 買美孚 更加 太舊了 樓 這個買家 就 在2017年 買的 即是 7年 7年 就 開始 1房 460尺 就 叫價520萬 終於是 488萬 賣出了 赤價是 10609 賣出了 9元 持貨不夠 7年 就輸了 這個 62萬 真的很少 11% 但是整個美孚新村 就跌穿了5球 美孚新村 舊樓 相對來說 赤價比較便宜 1萬元 所以還有很多人入 但是我覺得 很傻 這些樓 有塵舊 有成 真是 怎麼回事 完全沒有投資價值 牛頭角 這個 淘大花園 淘大花園以前有很多人炒 我也曾經有朋友在裏面有賣過單位 面積378尺 兩房的 就是 510萬 放售 兩個月 之後最終又再按多40萬 470萬 赤價是12000多 12000多 他是新過 這個 太好城 所以 大致都是這個價錢 但是 如果你真是 相對來說 我寧願賣太古城 因為為什麼 因為 牛頭角 現在這裏 是受這個 即將會受到這個 九龍契德路的衝擊很大 九龍 不能買的 你太多 那裏太多 扭上去 他會倒價 唉 總之死定了 其實倒也會影響香港 唉 事鬼蛋 真的 原業主 2018年用590萬買入 這些 算是沒有那麼高的 如果他再遲一點就更糟糕 六年輸了20.3% 那麼輸了120萬 你跌到20% 你沒有了 守不住了 六年可能 連自己供的 可能高了三成 那麼要走人 不然 又真是破產 好了 九龍淘大花園另外一間是一座 一座 挨著 我不知道 就三七八尺 咦 是不是這個 這個 是一樣 傻了 我 copy了一次 不好意思 長沙灣 宏景台 二座低層 滋室面積658尺 就是 952 萬成交了 赤價14000 多元 長沙灣這些地方 我之前就說了 這些地方 真的很吵架 整個區域不好 環境不好 現在新的人 都很少 家庭很少願意住的地方 赤價還有14000多元 低市價大約5%就賣出 19年業主是用1262萬買入的 大約這個數量 炸了五年 就輸了310萬25% 這些樓真的 我寧願你去賣新屆樓 好老實 真的 我覺得沒有跌得那麼嚴重 張君浩之前就做了一個特輯 日出康誠 特出了一條特別的片 說了 總之他帶領整個張君浩 一邊倒 日出康誠 因為 後面的樓太多 有些朋友就說 是呀 還有13 我知道 我不免得說 是呀 一邊倒 是呀 還有很多單位 好不行 但是他還沒賣出來 還有一段時間 算了 沒有說 但是 已經要賣出來 那一堆 所以 我都說了 萬一 你說跌到七八千元 不是沒有機會 是有機會 但是 現在這個時間 廣告 沒什麼意義 因為 後面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 跌到萬一元 我有信心 而且 18個月之內 就差不多 好了 現在 業主是涉獲離場的 張君浩 日出康誠的 LP10 一個三房的單位 最近用745萬 沽出 赤價還用13400多元 這個單位有點離頭 大慈善家 歐樹雄的女兒 就是歐樹雄 基金會的主席 歐仲瑜所持有 慈善家也要輸呀 不用輸 21連入的 那時候是最高位的 21連很高 賬面就輸了230萬 就16.8% 他不是輸得多 16.8 不算多 那麼 面積是879尺 三房的間隔 那麼 三年 輸了這個數 差不多 好了 屯門 預拍 現在這批是新界區 屯門的拍羽 高層D室 就瘦面積476尺 就 區內客就說 喜歡一些裝修 還有一些傢俬 那麼 原業主要已經移民了 現在托那些家人賣 應該是 那麼就77 萬 總共減了 最終是513萬賣了 那麼 那好吧 如果他是 全付的 拿著513萬 在英國買到 幾好的房子 赤價是10777 那麼 原業主是用 611 17年 7年他應該 未付 全 不知道拿回多少錢 那麼 但是蝕揚啊 蝕揚 真的未必拿回什麼錢 611.4萬 買入的 17年 那麼七年總共輸了98.4萬 就總共貶值了16.1% 唉 這些都 拿到錢已經撿到了 屯門 柏域的 這個 是一樣來的 怎麼會經常 copy double 好 另外一個要 特別提的就是 震鴻集團的 創辦人的女兒 很出名 我們的蔣麗雲小姐 用公司名義 跟她的先生 一起是買了 梁凱明 總共是 用2080萬 買了大埔康樂園 的一個銀主盤 我們看過那些圖是很殘的 整間樓 但是銀主盤就是這樣的 1595尺 3月份用2600萬來放盤 2600萬一直放放放放 放到現在是2080萬 你又誇不誇張 即是500多萬 3月份而已 現在多久 5月 兩個月 兩個月就跌了 劈了520萬 多誇張 這個銀主盤 輸得很適合 不認得的 蔣麗雲就夠藍的了 於是 看看 他買得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你是 決定 留港見港的 都不用那麼快買 真可憐 他認為 舊呀 跌舊啦 沒所謂 你的銀主盤有很多 都可以收拾 大埔康樂園另一個單位 就是 康樂西路 雙豪屋 2000尺 樓面 建築的2000尺 樓面就是1596 開架2300萬 最後就2000萬賣出 赤架12000多元 那麼 輸了 持續四年 輸了988萬 即是33% 哇 你想想四年可以輸 那麼多 即是33% 這些是高峰期的 2020年這些是高峰期的 真可憐 好了 元朗喜利大廈 就是中層N室 就是一房的 259尺 叫價275萬 最後 減了幾萬 255 不是 減了二十幾萬 253萬 租客來的 買回他 車價是9000多元 9768 這些 真是很少人買的 所以就是 租客來買回 可能 裝修了 不用搬了 原業主持有六年 最後輸了67萬 跌價了21% 六年 你可以看到現在 我之前說了 絕大部份的朋友 因為 你看到跌跌跌20% 10%左右 多就是30% 你在這個位置 就一定要賣 其實你穿了十幾二十% 你不賣也不行 你不賣真的有機會要破產 所以 你想一下 一大堆人都是這樣的 現在 差不多你五年 你現在買一間樓 兩年至五年 一大堆 那裡有幾萬人 幾萬戶 這幾萬戶的話 你再前一點就沒有輸了那麼多 除非你買一些特別的樓 我想是 兩至五年 這段時間最大 那就是 有 我想是六萬戶 是輸得很厲害的 你六萬戶裡面 如果有三萬戶 三萬戶要 扔那些樓出來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有多誇張 他會跟這一手樓爭 所以呢 陸陸續續有些人會 扔出來的 不斷扔不斷扔那些 這些這樣的 二手樓出來 因為他們不可能會被自己 會破產 慢慢有人醒覺 因為 你的樓價還在下跌 你估計 下半年 我覺得下半年 就會跌10至20% 那就是說舊樓都會跌10至20% 即是二手樓 你想一下 原本你輸了30%的人 可能再輸40% 或者50% 那就糟糕了 那就入育了 我跟你說 怕得媽媽不認得 你份工一沒有的話 或者你兩夫妻一起 供樓 如果隨便一個 沒有份工 你就掛了 破產 因為 你都沒有錢供 有工做也沒有意思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根本跌了10至20%的話 10至20% 你一定要賣 你沒有資格 去搜那個 不搜那個 止蝕為須 所以我勸大家 你 穿了你自己 的10幾% 還有一半 如果你20% 跌了10% 你都要賣 你不賣的話 很危險的 你將人生放入 極度危險的階段 所以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你不賣 其他人會賣 他就跌得更急 而且你看 下半年你沒有可能的 你看 你看看 你還看啟得 一大堆排山倒海的樓 不斷倒下去 那你怎麼搞 你只看我昨天說的那個 張金澳裡面 就是 張金澳 這個 這個 康 康城 經常都忘記了 那個名字 就是你 你就知道 這個日出康城 日出死城 這些樓 他一路一路 你很多賣不去 有很多 要繼續排山倒出來 那你 你告訴我 你除了減價 你有什麼辦法 我想不到任何辦法 想到他就賣到了 是啊 現在跌到剩下 萬 12 1200 1400 現在跌到1400 然後 1200和1100 哎呀 浪費你了 一定守不住 我跟你說 一定守不住 1200至1200 下一個價位就是 如果不是去不了 你去不了貨的 你去不了貨 他還死 就是一路 摘住貨 利息又高 因為已經說了 不會再減息 所以今天沒有好消息 跟你說 你就要自己小心點 好 希望大家有樓的 切實留意一下市場 不要閉上自己的眼 要看清楚 好不好 如果你自己打一間樓的話 你自己決定 這件事真的不敢跟你決定 但都希望 你盡快決定 因為 市場變得很重要 一直在想 看不到有任何好消息 或者你自己想到好消息 你就拿著 我自己的意見 OK 多謝 記住 點贊和訂閱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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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